天气冷那么有的人洗澡的时候呢 紧闭门窗啊 结果又发生了死亡悲剧 这个是昨天晚上在台中市一座公寓里面 五十几岁的男女 疑似洗澡的时候呢 就是关起门来 窗子也关得紧紧的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双双丧命 还好在新北市的三重啊 虽然也有一家四口呢 一氧化碳中毒 但是呢送医急救没有大碍 警校赶到现场 这名男子洗澡洗到一半 全身赤裸八红八肿 但是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这个就是浴室嘛 然后它浴缸的水是还在流的 它没有流很快 然后懒得应该是泡在里面啊 那个都是应该是热水烫伤啊 水都红肿破皮 意外就发生在台中市的这一栋公寓 当时这名男子和他的同居女友 一次洗澡时 大门和窗户全部紧闭 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直到朋友敲门没人回应 意外才被发现 门是关起来的 那时候是什么被发现的 是朋友来找 朋友来找啊 下午刚好 那个傍晚的时候啊 不只台中 另外在台北三重也有一家四口 因为热水器设在室内 才会一氧化碳中毒 献好一家四口送医之后 已经没有大碍 一个晚上北部和中部都发生中毒意外 所以冬天洗澡保持通风 千万别大意 中文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好 好 好